那这双Poke加大头没有拿到先锋是有点难受的 而且Berry还没有上六啊 有点多啊 不光在旁边挡了这一脚 一打嘛 情怀有大招 直接盖借火但是伤害不太够 这边可能要死了 来了个carry啊 他们没有想到 那这样剑膜还在吸 又这个在走位想挡前在右眼 哇 又是这个拉克斯的一番一级的 他没有换掉这个剑膜 好像又不对了 这一波carry啊没回 他在打完先锋之后直接上来了 和强的光之束缚是阻止了DX的追击 而且这把拉克斯应该是裸干锅了 这样你唯一一个比较有保障的先手 是维鲁斯大加大头的RE嘛 这两个技能都可以完美每个 一键一键 消耗一波就可以了 给个QE 给个R 硬打一套 对 他就为了消耗而已 而且就是不让你维鲁斯过来抢龙嘛 对 而且你这边只要走掉 一个Q上R周是两个 南枪有大招的 言无弹扶下眼睛 维鲁斯直接倒了 那Berry的话也是被逼回二差一枪 差一枪 差一枪AR就杀了 是的 操作链了 但拉克斯还在这里 Q没有招到 是KERRA也太凶了吧 但关键是下路 这波是可以放先锋的了 而且飞蛤在路上遇到了两个人 这波怎么说 哎 被拽下来了 没有等到修复连拉开 这边应该是跑不掉 还是想过了 一换 中单跟补助的一个互换 就是这个有大招可以往后拉一下 有一个忙碌交通 再加一个大路性能拉开 但是KERRA这个位置还是有威胁的 先锋是没有放 没有放 嗯 可能是想去救野区吧 他这个先锋还是想拿到更大的优势 但这一波杀一次FAKER 对于第二次来讲还行吧 终于是在绝望之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因为毕竟Z卡现在蛮肥的 开张了至少是 开大面直接打Q2击飞 不打到底 听阵之后的位置主要还是那句话 没点燃 乐青刚有打先锋 不能all in 是神分出来之前还是不好打的 必须得等神分 这有出事啊 但大招没有躲到三段Q 是 在A下了 征服者出发 来自于来了一丝血 导弹 对我是BARRIER 是拿到了剑门的人头 伤害够不够 不用伤害A 从下路正过来的一丝血很长 BARRIER应该是跑不掉了 在侧点助攻 然后拿到了自己的第三个头 是 主要你们要想一个最恐怖的事情 你看前面BARRIER打别的辅助 你觉得别的辅助真不行 然后你这马看Carrion打BARRIER 你感觉BARRIER好像有点不行 这真的太变态了 主要是操作短闪吧 对 真的是操作都有点碾 而且辅助为操作碾是很困难的呀 想打Faker 但是Faker有个罩子 有一个网免 金刚也是有大招的 直接做大 只不伤害应该是能灌死的 一个秒板再拖一下 优势一剑要追射一剑 杀掉Faker这一剑 优势的大头 BARRIER头有点大 躲不了剑 宙斯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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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闹版 你别说这两波其实DX打回来蛮多的 尤其是在中路让Z卡连续爽发育了几波 DX还能再拿一个先锋 这个先锋应该是有了 这段前DX的运营也真的还不错 节奏也卡得挺死的 而且这才是DX的喜欢的节奏 先不尬住了刚才 要是一剑 还好有干锅跟竞华双坝 但是奥德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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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棋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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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这一波 谁来谁死啊 这个杯子死定了 而且Faker是没大招的 但还有一个金身 能不能破一下 感觉也没太大意义 一键射到 但是好像没有防塔呀 还是要死 还是要死 ZekaEW收到人头 这一刻DS的人头完成了反超 经济也恰巧完成了追评 而且维鲁斯给的压力也很大 现在正面最大的问题是免会被破掉 Faker就很危险 而且他正面如果一键射到你的下路组合 上路 在Zeka嘛 给了个大招 消耗了一波 但是要杀的话还是有点难 叫了个闪现 这边继续追 想换一下 Zeka这边能换到换不掉 有个金身可以再拖一下 但是人应该是逼死的 这应该是个大头 750被宙斯打了下来 先给一个小手雷 打 龙再被打了 就这个在侧面 听阵再绕一个大的 龙可以给你的团点 只想接的 龙已经没了 听阵勾索 被Q到了 上面落神 顾白云斯的位置落单了 顾白云斯一款表 表结束之后好像要死了 顾白云斯的大头被拿到 Zeka EWE 拉到了 听阵来了 奥德尔有一个大一波道 Faker的立场搬得很不错 这个立场的位置非常完美 但伤害太高了 而且QS跟这个位置倒了之后 Zeka还在垂击 又一键穿到了Carrion 闪现了 没拉到 实际同志 伤害差一点点 哦 金身 又是一个高锁 要下周刺了 周刺感觉跑不掉 又拉到了 看这个剑跑的大头 来的大招 比起来还好用 想换不掉 飞飞了各位的感应 要死 又被大到了 但是大招又好了 听人家是给二级角 收到这个人头 这部第二次指挥太漂亮了 我可以让你拿龙 但是我要打你一个团列 大龙应该没了 这把 我只能说 Kingson正名之战 哦 这个青钢引 青钢引 中路线又到了 但说实话 右边这里 清线能力还可以 是 而且Faker可以单人去守那个线 想逮Faker吗 射来的一个偷着剑 King 里面要被打残了 找一个闪现 哎 闪现做强 哎 King 死了 被打到King 的人头 是 那这一波的攻势 应该是可以化解掉了 真的化解掉了 那这样其实T1来说就转了 因为他们阻止的对方 他刚刚拿水龙魂 又手下来这波大龙霸佛 好玩强啊 C1 而且Faker装备要扛帽子了 对 他这波Faker是以劲为退 对 那这波要等Z卡7过来啊 但Pewsik这个位置自始终没被发现 嗯 他藏得还不错 还在找了 还在找了 Kew Kew到了 Kerry啊 这个位置 大招也逼了 拿着死了 没有答应的话这个路是扔不了的 被减速到就进去 哇 可以通过 拉克斯 在偷楼 在偷楼 能不能偷掉 伤害够不够 不太够不太够 直接硬偷 不管不管 硬偷 偷不掉就要进去 哎 偷掉了一个下 三倍成劲 男枪达到了 DK也是被冰出的闪现 DK一丝血被死掉 这个KID得走 被拉回来了 完了 他用春歌甲 整个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春歌甲没了 哎 我感觉这样子 这波打的瞬间崩了呀 三百血 三百血被男枪撑了下来 七龙珠的局啊 是的 这一键射空了 龙再被打 再被拉扯 哎 卡米尔的位置也是暴露的 但KID在下面在封堵他 拼承接了 谁的龙 单强的龙 最可一个大打仗了 对面三个人 大面线开出来 闪现过来 不管了 宙斯这个位置就要追到底 被拉扯了 拉克斯被击杀 Z卡想拉三郎 没有三郎 Z卡这个位置精神躲剑 还有一技能能拉扯吗 回身施机兔子在拉扯 拉扯不动了 哇 这一波 维勒斯直接一个闪现耳 把后白全部垫残了 而且男生扯到了龙 有水龙魂的话 机外那个阵容 就更不太可能输了 维勒斯再拉一剑 以摩达打了出来 可以打这个大龙啊 主要 休斯克站眼上了 休斯克 开他不要大事不妙 赶紧溜 可能要交大了 这个位置 嗯 已经可以去打大龙了 这波DS几个人的伤害面 看够不够 因为现在少一个中单啊 而且有水龙魂 不能给啊 这个龙 怎么办 现在水龙魂有点无伤 一个大大过来 枇到了枇杷 枇杷 枇杷 能杀枇杷吗 破满王斩进去 枇杷倒了 而且正面Burial 也吸了南枪的注意力 这个位置绝境之下 第二开到了枇杷 又是Kids 后面听这个 听这个剑膜 玩的还可以 Q1中了 维勒斯这一剑 会不会有这个大招 太关键了 直接把飞克的金身逼了出来 是的 而且在金身之后 听这是恰准机会 把飞克给带走了 后面王也同时进场 再一个勾索 勾上来一打仗 Carrion好像也走不掉 真要一波了 走不掉走不掉 Ona只有一个人 又只有大 还好Ona这边没死 但是面对这边 四个人的推进 感觉有点守不住 没踢到可惜 但是好像有二十秒 来不及了感觉 哇 第二X 勾锁 勾到 拿到人头 但是 守不住啊 没有边线也能拆 第二次输死一波 通过美鲁斯一个大招先手 翻都翻 9-6兄弟 Dev的这一把 最后几波的发挥 真的也很出色 而且这一把 他的战绩是6-1-6 又是维鲁斯的闪现大 本来我们觉得 其实Z卡后面 已经有点隐身了 我觉得第二次 那时候已经开始迷茫了 对 但是维鲁斯炸了出来 你说这种想法 就是T1 其实这一波打大龙 是给了点机会的 对 不打其实是没事的 不打已经赢了 对 水龙魂不可能输的 但我觉得在他们的事业里 他们觉得能打 是 我们再次恭喜DX1-1 翻评比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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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